四年好的同学们,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HSK七到九集的词语。 第一个词语是辐射,它的英文意思是redition,这是一个动词,通常是物理学或生物学领域常用的术语,指的是光线、无线电波等电磁波或粒子流在空间或截止中传播。 比如这个句子,手机会产生一定的电磁辐射,但通常在安全范围内。 意思是手机在运行和使用的过程中,会向外发射电磁能量,从而形成电磁辐射。 不过一般情况下,这种由手机产生的电磁辐射的强度是比较低的,不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明显的损害或者危害。 但比如这个句子,长期暴露在高强度的核辐射下,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如果一个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持续处于高强度的核辐射环境中,那么将会给这个人的身体健康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。 今天的第二个词语叫做福气,这是一个名词,它的英文意思是good fortune,中文意思是享受幸福生活的命运。 例如这个句子,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在人的一生中,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,是一种最为重要和珍贵的幸运之事。 所以说,健康是最大的福气。 再看这个句子,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,是学生们的福气。 意思是,如果学生能够碰到一位非常优秀,出色的老师,这对于学生们来说,是一种幸运和难得的好事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词语,辐射和福气。 大家都记住了吗? 我们下次再见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